多家韩媒报道称 8月10日 中国全面解禁富韩团队游之后 仅一天时间就有53艘中国游轮申请几州港靠港 自2017年萨德问题以来 陷入低迷的几州游轮观光业重新恢复活力 新闻不算长 围绕着萨德Fed说了好几遍 一股子泡菜发酵狠了 快把盖子顶上来的小人得知劲 然后又被转成日文 还没有日文版发到日本雅虎上 韩国几州特别自制道 于8月11日对外宣称 自前一天 中国政府全面解禁富韩团队游 截至当天上午 已经收到中国上海出发的 53艘游轮递交的几州港靠港申请 由于受到中国游轮靠港的影响 包括既有的游轮靠港计划在内 几州港与江厅港已收到的预计靠港数量 排满到明年3月 中国游轮通常一艘约有数百人到数千人 不等的中国游客搭乘 这53艘游轮将从上海港出发 经济州岛再前往日本等地 过去 几州岛通过游轮靠港 每年迎来120万中国游客 几州的国际游轮靠港 2005年时 全年仅有6次靠港 3173人 而到2016年时达到巅峰 全年共有506次靠港 120万9106人 鉴于韩国各地观光机构的数据注水 乃业内默认常规 以上数据姑且听听就好 韩国旅游节自称38万外国游客到访 外媒戳穿实际只有4907人 但是 因2017年的最新锐营机系统 高高度营机导弹系统 萨德Fair的问题 中国不再有游轮过来 游客数量急剧下降 几州游轮观光产业也陷入低迷期 去年 到访几州岛的中国游客 共有9786人 其中 有200人是搭乘中国以外的 别国游轮停靠几州来旅游的 中国当局全面容许 本国游客的富含团队游 是自从2017年 韩国配置萨德系统以来 时隔六年的首次 搞不懂 去南朝鲜看什么自然风光 还是看什么名胜古迹 还是吃什么没吃过的山珍海味 几州岛观宣的代表性名菜 很长的烤带鱼 不是一人一条 是几个人一条很长的烤带鱼 搭配各式咸菜酱菜 乍看有些高级 毕竟配了专人巴拉鱼肉 稀看 每个人分不到几口鱼肉 还是得靠咸菜和大酱汤送饭 如果游轮三餐吃得太腻 吃这一桌呱呱油水 还是阔移的 莫非铁子们好奇自家的国土上 竟有外国驻军的千古器官 为这个的话 确实国内游看不到 离最近的就日韩两家了 不然 在中华大地上 除了影视城里拍戏 一辈子也看不到这光景 同行 有点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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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ki